大家好,我是蒋澳房的坑哥 前段时间,坑哥在跟一些客人在沟通 然后在沟通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问题 就是很多客人会因为学区房、富人区、低密度、环境好等等传统的北区标签所吸引 甚至于可以说是盲目的崇拜 这里坑哥就要提醒大家,小心当成韭菜,被割了 这里坑哥特指上北区 下北区如果这期点赞多的话,我会再出一个视频 那么上北区其实就是从Roseville一直到Holmesby这一段 然后大部分公寓会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在大马路边上 二,在火车道边上 三,矮楼层低密度 四,学区房 好了,再讲很多上北区公寓买家被割韭菜之前 我要给大家看几组数据 整个数据来源是从Domain.com.au的研究数据中心得到的 我拿了几个最为大家熟知的三个区 分别为Roseville Linville 和Pinball 我就给大家看三组数据 一个是平均年龄 一个是自住和投资的比例 最后一个是家庭和单身的比例 我们先说Roseville Roseville平均年龄是在40岁至59岁之间 那百分之七十八的人呢 是买房自己住的 只有百分之二十二的人是买房投资的 那百分之六十呢 是家庭单位 百分之四十是单身 Linville平均年龄呢 四十岁至五十九岁之间 百分之七十四的人呢 是自己住 百分之二十六的人呢 是投资 百分之五十九是家庭单位 其中的百分之四十一呢 是单身 Pinville平均年龄呢 也是四十岁到五十九岁之间 百分之八十二的人呢 是自己住 百分之十八的人呢 是投资 百分之六十四呢 是家庭单位 百分之三十六是单身 好了 现在呢 我们就大致的得到了一个上北区的人口画像 其实我们发现 大部分人呢 都是在壮年 是在六十岁之前 然后呢 几乎呢 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是自己买房住的 又然后呢 几乎是百分之六十的住户都是以家庭为单位 这个时候再回到我们视频最先开始讲的话题 上北区割韭菜 那这里呢 我不是说上北区的公寓不好 而是呢 大家最好呢 是针对这个市场对应的产品 我先说我的结论 肯哥建议 买上北区呢 最好考虑三房 或者呢 是连卖别墅 那为什么一房和两房肯哥不建议呢 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的人口画像 来上北区的买家 买学区房 大部分人呢 都是年龄几乎都已经有了一个小孩上小学了 而且呢 都是自己住 你觉得一房和两房真的可以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住房需求吗 姑且两房可以暂时解决他们的需求 但那都是短暂的 等个三到五年 他们就会会完成三房 或者呢 house之类的 这个时候呢 两房就只有两个选择 要不然呢 你出租 要不然呢 你卖掉 但是大家可以想一下 不管呢 你是租客 还是过来接手的买家 坎哥相信呢 他们大部分人的主要的需求还是在三房那里 然后呢 租金呢 表现一般上北区都比较一般 对比呢 像ZLan这种高密度区的租金呢 能差一大截 然后呢 控租期还比较久 因为说难听点的 在北区啊 以家庭为单位的租客呢 挑逸的比较多 吵不吵啊 有没有阳光啊 通风好不好啊 毕竟呢 大家都是有小孩的 所以呢 最后就变成了一个上不上下不下的一个产品 然后一房呢 坎哥在这里就不愿意再过多的解释了 不管是在租房市场还是在二手房市场 坎哥一直觉得那就是个笑话 最后总结 除非呢 是真心喜欢 或者呢 是特殊需求 如果说呢 是纯理性的来讲 坎哥建议呢 在上北区买公寓产品 最好只考虑三房或者连排别墅 如果呢 你的预算不够的话 宁可先去一些租金好的地区买两房投资 然后呢 养租在北区的两房或者三房 也比呢 你被割韭菜强的多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以上观点呢 不一定对 只是呢 坎哥的个人理解 持不同意见的 我也能理解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一起留言讨论 希望大家点赞加关注 那收藏更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